大我都都今天继续说疯狂怪弗兰第四日九季 想看漫画的同名公公号获取 这天在一所顶级高中的校园里 几个学生刚刚三五成群的走进校园 就听说了他们的老师终于被换掉的消息 这些学生已经厌烦那个老太婆很久了 听说这次换了个非常年轻的老师 不知道这年轻的老师又能忍受他们多久呢 这些学生之所以这么猖狂的欺负老师 是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当地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在学校里如果有哪个老师胆敢欺负他们 他们随时可以动用老爸的关系把这个老师搞下台 走进教室以后他们终于见到了传言中的年轻老师 他就是加百列 而小弗兰也在这个班级 他这才意识到这家伙原来已经在那所孤岛里逃了出来 而加百列之所以出现在学校里 全都是因为天使博士的委托 自从上个老师被弃跑以后 学校联系到了博士 希望他能够到学校任教 但天使苦一太忙 也对老师的职业提不起兴趣 而生命的闲人又只有加百列一个 所以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加百列 虽然加百列水上一百个不愿意 但对天使博士他还算的是言听计从 所以才不情愿的接下了这个无聊的任务 临走前天使博士还不停的嘱咐 让千万不可以杀人 所以第二天加百列就见到了校长 来到了自己的任教的班级 在教室见到加百列 小弗兰还是很意外的 上次被他虐的丢掉屁股才得以逃生的事情 小弗兰还心有一句 这次可千万不能再被他捉住 所以趁着课间 小弗兰背起书包 灰溜溜的逃走了 而加百列则潇洒的坐在楼顶 看着地上行星色色绝声 还是觉得很无趣 突然他听到的教室里 好像有什么人正在打架 在老娘的眼皮子底下 你们这些家伙最好老实点 不要搞那些学校霸凌 不然小心老娘削你们 几个小混合被这新兰的老师教训了一番 他们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还没有那个老师胆敢对他们腰五喝六 所以趁着放学 他们堵在了加百列回家的路上 打算给这个女人点颜色看看 为了不被识破 他们还特意买了丝袜掏在脸上 不仅如此加百列还透过气味判断出 这几个坏小子惊虫上脑 还想尝尝加百列的美色 结果刚上手还不到一个回合 就被加百列打得哭爹喊骂 还跟他们说要想劫色 那你们可算是找错人了 你们应该去找那些柔弱的班级女生下手 而不是找你们惹不起的老娘 其中一个混混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说你别嚣张 明天我就让老爸找关系把你开了 加百列说那感情好 我正好觉得这份工作无聊透顶 不过看你们长得还算符合老娘的审美 所以今天老娘还手下留情了 你们有这种本事开了老娘 还不如动用关系找几个 可以任由你们欺负的女人 也好释放下你们的恶臭的赫尔蒙 几个学生一听傻了眼 这老师竟然会教学生做这种事情 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 加百列接着说 你们不用惊讶 反正说不定 你们当时就是被强暴以后生下来的呢 从这点可以看出 加百列还真是以恶制恶的典范 从那天以后 几个混混也清静了许多 让其他同学都有些诧异 后来又有女生找到加百列 想让她教自己功课 学好以后可以考一所理想的大学 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加百列一听 你们竟然还要学习 难道你们会不知道 你们的成绩都是花钱买出来的 将来你们的工作也是 万里会花点钱 找一份一般人找不到的工作 根本用不着学生不习 而对那些家里不怎么富裕的同学 加百列也有一套歪面邪说 让她可以趁着年轻 去多接触那些有钱人 找机会怀上他们的孩子 然后结婚以后悄悄杀掉他们 继承他们的所有财产 这样就可以咸鱼翻身了 所以时间整个班级 都被加百列的这种说叫洗脑 但这些富家子弟 好像很受用这些 觉得加百列指明了他们人生的方向 所以从那天起 学生的所有烦恼都会找到倾诉 这天又有个学生 因为被同学欺负 说要想办法复仇杀掉他们 加百列说杀掉他们 你也逃不掉坐牢的命运 与其那样 还不如牢牢记住今天的教训 努力利用社会上的关系 利用接下来的十年混个人样 然后把这些人一辈子踩在脚下 你觉得是哪种复仇来得更解恨呢 就这样加百列变成了 学生们的人生导师 专叫他们那些一般老师 不会说出口的歪门邪说 还异常受学生欢迎 后来回到研究所 天使博士也很意外 没见到加百列在学校很受欢迎 看来他说不定天生就有这种天分 加百列却说 自己虽然没上过学 但这件学校的情况 还真是让人恶心 以为充斥着彼此猜忌 全力争斗 而且那些男生 每天上学之前都会打飞机 每天带着一股 强烈的荷尔蒙味道来到学校 女生身上也散发着诱惑的味道 甚至有的男生 还会上课时间打飞机 他们都以为加百列不会发觉 但殊不知 他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 任何七位分子都逃不出他的鼻子 天使博士说 那你就忍忍吧 反正下次工作交接 半年以后就开始了 不会让你做多长时间的 这天加百列着急出门 听说是有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 来找自己的班级学生挑衅 两边约了个地方 决定武力解决 所以加百列也赶到了现场 虽然不让杀人 但教训教训 还是可以的 还没等自己的学生出手 加百列已经把对方的几个同学 放倒在地 他们还是头一次 见到这么飙患的老师 然后从那天开始 学校里的混混就更加崇拜 这个老师 没人再敢和他作对 校园里充满了 对于这个老师的敬佩 所以他们一旦有什么问题 就会找加百列商量 有的女生想要减肥 有的女生想要长高 有的男生想要变好看 吸引女生注意 他们通通在加百列的办公室外 排起了长队 这也都让一边的小富兰有些意外 原本他以为 加百列会在学校里 一定会惹出什么是非 没想到却是这种局面 刚想到这里 校园里突然响起一阵枪声 旁边的妮卡也是一惊 难道 这才是加百列安排的重头戏 几个人高马大 喝枪实弹的态 所以妮卡迅速冲到加百列面前说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这些人是不是你安排的 加百列一脸懵的看着妮卡 你怕不是今天吃错药了 老娘会安排这么露的歹徒 这里的所有学生 让他们的父亲筹集巨额赎金 然后加百列淡定的转个头问 请问你们有多少人 歹徒一脸不屑的说 我们三十几人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你们这两个八婆最好老实点 不然分分钟让你们见阎王 加百列一听非常的兴奋 老娘已经很久没杀过人了 今天突然就送来了三十个 还真是不太够呢 然后就是一阵血腥土路 几十个歹徒怎么可能是 加百列和妮卡的对手 结果不到五分钟的功夫 他们就变成了地上的断臂残肢 他们这些学生被吓得瑟瑟发抖 原来老师也可以随便杀人的嘛 而这种收拾断臂残肢的任务 当然又是小富兰来收场 刚好可以用他们随便组合组合 施展一下我这高明的阴间手术了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多多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